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记者会上确认了周五晚 他已批准联邦紧急事务署发布的《纽约重大灾难宣言》 他说跟纽约州长科莫密切合作 称此为前所未有的联邦政府对灾情的回应 截至周六下午的数据 全美确诊病例为24,148 比一天前增加了7,510例 周五的数字是16,638例 全美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人数为285例 比一天前的216人增加了69人 死亡率为1.12 纽约州依然是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州 周六 纽约州确诊病例11,645例 比一天前增加了4,400例 周五的数字是7,245例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人数为56人 比一天前的39人增加了17例 死亡率为0.54% 而纽约市是纽约州的重灾区 周六 纽约市确诊病例达6,211 比一天前增加1,049例 或20% 周四的数字是5,151例 纽约市确诊病例 占全州60% 纽约州、华盛顿州、新泽西和加州 是美国遭受新冠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四个州 周六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确诊为1,524人 新泽西州1,327 加利福尼亚州1,283 四州总和占全美总数的65%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 年轻的确诊感染者在增加 科默表示 纽约将近55%的案例 是18至49岁的患者 葫芦认为 目前是美国的新冠病毒爆发期 但随着隔离措施的到位 被感染者将会下降 接着 与您说说数亿人宅家 全球抗疫进入艰难时期的事 截至21日 全世界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已经超过27万 根据路透社的统计 新冠病毒在各国造成死亡病例总数 已经超过1.1万 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意大利 迄今已有超过4000人病亡 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 目前总共有3255人 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周六中午更新的数据 截至周六下午 德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已经超过2万 意大利和西班牙 仍然是欧洲的疫情重灾区 意大利的累计感染病例 已经超过4.7万 西班牙的确诊病例 也接近2.5万 一天之内 西班牙境内因新冠病毒造成的 死亡病例激增 周六 该国死亡病例已达1326例 比前一天的数字增加了3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 全国确诊病例 比周五也新增了大约5000例 鉴于疫情带来的风险 埃及决定关闭所有的清真寺和教堂 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阿联酋航空 暂停了所有通往德国 法国 尼日利亚 纽约和新泽西的航班 据粗略统计 全世界目前有35个国家 大约9亿人口 被要求留在家里 其中有6亿人 被政府下达封城命令禁止外出 葫芦认为 目前全球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抗疫时期 但面对严重的疫情 只有采取果断措施 才能阻止疫情的蔓延 最后 与您谈谈朝鲜金正恩 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之际 发射导弹的事 自称和国家的朝鲜 本月向日本海方向 进行了第三次导弹试射 朝鲜统治者金正恩 对新冠疫情毫不关注 他更关注的是发展战争武器 据韩国总参谋部公布的消息称 所发射的两枚导弹 可能是短程弹道导弹 导弹在朝鲜西部发射后 飞越该国上空 最后坠入东海岸附近海域 据称导弹飞行高度 可达50公里 射程约410公里 据首尔公布的消息说 韩国将与美国当局一起 调查更多的技术细节 韩国最高指挥机构 批评朝鲜此次导弹试射 是非常不适当的行动 因为恰逢全世界抵制新冠疫情之时 韩国军方呼吁 因其核武器计划而被孤立的邻国 立即停止这一尝试 他很快拥有新式战略武器 自去年2月 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峰会失败以来 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核谈判 一直处于搁置状态 葫芦对朝鲜的做法感到愤慨 这是一种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 好了 葫芦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